杨过走后,雕兄为何与郭福形影不离? 你看郭福又嫁给了谁就懂了 相比于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郭靖 杨过的性格在金庸的塑造之下略有不同 的确,郭靖正值爱国 他可以为了保家为国献出自己的一切 包括自己和家人的生命 杨过虽也能将个人恩怨丢到一边 在襄阳城大战中舍生忘死 但对于杨过而言 他万事还是以小龙女为重 原来杨过和小龙女历经了诸多风波变故 最后还硬生生地分别了16年之久 为了能和小龙女度过余生 杨过这才有了退出江湖之念 杨过心里很清楚 小龙女自小在古墓长大 他那单纯的性格和外面的花花世界 极其格格不入 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小龙女心生波澜 为了给小龙女创造环境 杨过这才动了归隐的念头 加之杨过狂傲不羁 他深知难送腐败不堪 襄阳城破只是时间问题 这些原因夹杂在一起 就有了杨过带着小龙女归隐山林的剧情延伸 杨过走了 那头大雕呢 他会去哪 雕兄天生神力 能与周国通斗个旗鼓相当 不过雕兄身形俱甚 浑身羽毛稀稀拉拉 加上雕兄头顶长了一个巨大的红色肉柳 如此尊荣 不管雕兄走到哪里 都会惹来行人驻足观看 因此笔者认为 杨过小龙女走下华山之后 雕兄极有可能被杨过寄养在他处 毕竟雕兄颇有灵性 在让他重归秘林 未免太孤单凄凉了 可带着雕兄 他那突出的外形 必定会让杨过的退隐生活 再起波澜 可别以为 笔者无中生有 在《以天屠龙记》里 金庸写道 国湘为了追寻杨过 踏遍了千山万水 就连阴暗潮湿的古墓 也亲临探寻过 可他仍找不到杨过的任何踪迹 这说明什么 说明杨过料事如神 就连自己的大本营古墓 都没有作为自己的养老之地 只因古墓那条水道 早就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 如果外人都能轻易地找到它 那还叫什么退出江湖 这样看来 杨过必定会考虑到 雕兄的归宿问题 而根据金庸留下来的暗示 雕兄极有可能与郭福形影不离 只因襄阳城破之后 郭福选择了改嫁 在《以天屠龙记》里 金庸如此写道 襄阳城破之日 郭大侠夫妇与郭公破鲁同时殉难 屠龙刀不知下落 郭祖师当时身在西川 待赶去想要相救父母亲人 却已为时不及 这一句话将郭破鲁 郭襄当时的情况 讲得清清楚楚 郭破鲁跟着郭敬黄荣夫妇 战死沙场 郭襄由于追寻杨过远在千里之外 继而逃过了一劫 那耶律奇和郭福夫妇呢 在神雕时代 耶律奇就展现了 他是死如归的气魄 那时蒙古逼马杀进襄阳城 耶律奇和他率领的一千士兵 很快就被蒙古打死所淹没 眼见耶律奇危在旦夕 郭福要求杨过前去营救 手持全体重剑的杨过 好不容易替耶律奇杀出一条血路 耶律奇却转过头来 对杨过如此说道 杨兄弟 多谢你相救 只是我尚有部署被围 亦不能独胜 我要跟他们死在一起 一个要跟他们死在一起 证明耶律奇并非贪生怕死之徒 可以预见的是 随着郭敬黄荣夫妇战死襄阳 耶律奇也跟着魏国捐去 但为了保存有生力量 郭福早在黄荣的安排之下 逃出了襄阳城 攻破襄阳城后 胡比列又派出兵马 四处追杀郭福 天大地大 何处才有郭福的容身之所 此处正是万寿山庄 原来杨过化身神雕大侠 杨善除恶之时 他结识了万寿山庄的史书刚 史书刚武功颇高 能应哀杨过一掌 还有精通寿言寿语 能驾驭狮报相 杨过走下华山之后 他将刁兄托付给了史书刚 首先史书刚有情有义 他和杨过肝胆相照 杨过身知史书刚的为人 这才将刁兄托付给他 其次万寿山庄还有其他猛兽 这对于雕兄来说 是一个绝佳的归属之地 杨过临走时 还对史书刚千叮万主了一番 让他务必要协助郭敬黄荣夫妇 史书刚为人仗义 当即答应了下来 数年后 乌碧烈率领蒙古铁骑 将襄阳城围了个水泄不通 史书刚听闻消息 历时驾驭百寿之园 郭敬黄荣夫妇 无奈蒙古人来势汹汹 眼见大势已去的黄荣 则将郭福托付给了史书刚 史书刚当仁不让 他带着郭福 骑着一头花豹逃离襄阳城 返回了万寿山庄 郭福妩媚动人 史书刚又尚未婚娶 二人日久生情 索性结为夫妻 郭福就这样成了万寿山庄的女主人 一日 郭福无意发现了雕兄 郭福早前养过两头白雕 无奈都死于非命 眼见雕兄体型硕大 又颇懂人性 于是郭福就和雕兄 日渐熟悉了起来 一年后 郭福为史书刚生下一子 取名史火龙 史火龙后来出任了丐帮帮主之位 他的后续故事 可以详见金庸的一天屠龙记